大家好 今天2017年8月26号 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红枣 为什么红枣的种子呢 它没有办法发芽 我手边的这个叫红枣 我们将距离呢 拉近一点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我们节目要介绍的就是这个红枣的 种子 为什么它没有办法发芽 这我刚刚破壳呢 拿剪刀呢 将这个种人呢 破开 这红枣的种子 破开以后呢 你会发现里头呢 它没有种人 所以呢 它没有办法发芽 这也就是为什么红枣呢 你不管吃了再多的红枣 那个种子拿去种的都不会活 就是这个原因 也难怪说红枣兜断都是 它是使用根生苗 所谓的根生苗就是说 它会从根部向外延伸 然后长出新的苗 它不是利用种子在繁殖的 那我们今天呢 节目介绍到这边 那谢谢收看 看